身穿橘色衣服的里长候选人 趁着大家都出来倒垃圾 举起双手猛灰请尽全力拜票 戴帽子的会议男子突然转头暴怒 跟女子杠上 看到有人拿起手机录影更气了 证明身穿会议的男子就是现任里长 带着一群志工帮里面倒垃圾 里就这么点大 没想到却遇上对手也来拜票 双方引爆战火 取信候选人指控是因为选举快到了 才出来帮忙 但现任里长回应 这是平常就有在做的黎明服务 要选举的时候 他会出来抢垃圾档 你看就知道是选举花招 我们里长我们里长就有在服务了 在选举到了就已经丢在那边 他就垃圾车要来的半个小时 他就会在那边处理 再过不到两个礼拜 就要投票选举热度直线上升 不只里长 很多议员也追着垃圾车摆票 送面纸 送扇子 抢票员 垃圾车运转的时候挤压垃圾 常常会喷溅出不明之夜 赶时间抢票还是得顾及安全 保持适当距离 TVBS新闻方剧成林嘉义高雄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